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到目前为止 他不敢说到底是乌克兰干的还是俄罗斯干的 他不敢 按照去年二月初到现在 每一次发生这一种就是在国际瞩目的 比如说这个北溪二号被炸 北溪一号二号被炸 他也说这个是俄罗斯干的 其实现在看起来到底是美国干的还是乌克兰干的 现在美国内部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但无论如何他们知道 不是美国干的就是乌克兰干的 然后在那之前 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无人机去骚扰克里姆林工 他们就立刻讲说 这个都是俄罗斯的这些反叛派干的 最近他们就承认说 可能是乌克兰派的特工人员去做的 这一次水坝事件到目前为止 美国居然没有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是俄罗斯做的 反而说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是谁做的 反而是德国咬死了说 这不是俄罗斯做的 嗯 好 到底他对战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有没有简短的答案 因为我只有两分之 好 然后我们简单看就说 就像这样今天的媒体 就华 华游说呢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说呢 北溪爆炸之前美国已经掌握呢 乌克兰要攻击的情报 里面特别提到计划是由特种部队六人小组之执行如何如何如何 请问这这这跟之前的那个资深的资深的专栏作作家爆料内容有不一样吗 对啊 一样就是你今天的华游呢 基本上就是证实了当时被否认的那个爆料是对的 好 因此有很多的爆料 大家等时间的慢慢去证明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水水坝的水坝的爆破 他主要是把那个闸门给毁了 那这个闸门咱们毁了 因为大家说那是水水下爆爆破 北溪也是水下爆破啊 这个水水下爆破千万不要认为说乌克兰不会做 就乌克兰是有能力这样子做的 这种的水下爆破特种部队有训练了之后 他有能力办得到 至少美国认为他会有能力 好 否则连北溪都可以干得了的话 怎么会没有这个水坝的能力 那剩下的就是 我们现在看 我们先不先不说什么生态浩劫 这个呢 这个当然从悲天敏人角度来讲 大家都都可以讲 可是 对谁有好处 一般人会会认为说 因为乌克兰要要要发动反反攻了 因为乌克兰发动反攻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就把那水水坝给破坏了 错 那个一点都不合理 这个水坝对俄罗斯太重要了 他除了水水坝的水位在一定的水平之上的时候 他上面的那个扎波罗罗热的核电站才能够运作 那个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了 如果水坝的水位呢降下来之后 那个核电站呢慢慢的就会出问题了 第二个呢 最重要的是 这个水坝之所以需要这个水坝 是因为这个水坝供应的克里米亚的水源 当这个水坝被破坏了之后 他现在呢 平均呢每个小时呢 大概降降低了1.2公尺的水水水水位1.2公尺的水位呢再往下降了之后 估计了几天了之后 克里米亚就断水 请问你俄罗斯有需要这样做吗 然后就在乎克里米亚没有必要这样做 因此他基本上看起来就是乌克兰在发动一场的战术的大反习的过程当中 所采取的战术之一 当你说生态啊等等 其实真正对生态破坏的就是水坝本本身 建水坝就是最大的生态破坏 但是人类需要 可是今天当你水坝崩解了之后 从下游的几个居民点 你会看得出来固然的淹了一些一些水 可是其实受受伤最重的是俄俄罗斯 俄罗斯在当地的这些的驻军全部都都后撤 许多的军营的都被冲走 所以俄罗斯在战场上面的部署被破坏了 他整个战线往后面撤 尤其他原来在那地方的布置了很多的地雷 他他认为乌克兰可能从从那地方的反攻的 就这些布雷都都都被冲到不知道去哪里了 所以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高危险的区域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去去关注说会不会造成什么人命啊财产损失 那个不是重点 从所有的蛛丝马迹来来看 我个人认为乌克兰干的 人命跟财产损失也是重点 当然就重要了 但是从军事上面来讲 乌克兰干的 那乌克兰是要从这地方反攻吗 不 乌克兰这不是他的反反攻点 乌克兰是要把这个地方给搞烂了之后 俄罗斯也没有办法的去对于呢 对于呢整个的整个的克尔松的北边的发动攻击 乌克兰可以把他的这些的部队呢 往别的地方的移动 乌克兰是要把军队抽掉出来 在别的地方的发动占助性的反击 老师小时候想要在别的军事上贴了 老师乌克兰这一下 老师老师少了 老师小时紫以往无佛ということ在前例的 老师你不要灭均匀 佛兰万人乌克兰 老师分哪些点 元作了 老师些讀4次颜料 老师安猜入